你們倆都有作答 你覺得今年我在下半年擴大了這個Executive Meetings 包括了一些所謂的Potential Exec的計劃 你們是會怎樣看的 你認為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右下方法 這次是右下方法 我認同應該是一個培育生靈的其中一個方法 所以是一個好方法 我覺得好適合個人意義 要看我們的團隊合作性是怎樣 還有看他們的互動是怎樣 我反而更加希望 一開始我們會 我希望是我們 我希望 可能我做不到 我會鼓勵每一個Pot 都會起碼一個System 或是Ear One的 我們由Ear One的開始 過去半年以來 我見到有幾位普通會員的身份 加入我們漢少會的會議 其實我認為是對Footprint的發展 對Footprint的基礎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過去一年他們都曾經 過去半年他們都曾經為Footprint 提出過不少意見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 這件事是不可以擴大到全面 因為如果一班人剛剛進來的時候 他們都要了解Footprint是什麼 就擺放他們進去幹事會會議 甚至讓他們知道 我們Footprint有很多 不是說不見得光 但我們其實每天都不見得光 但是有些事 是不應該讓人知道的事的時候 會不會對Footprint的存在有危險 謝謝 在座請發文 有些或者現任幹事件 我剛才想有的發文 對 你是 針對你 我是Pharon 我是Pharon 和James的助手 James的助手 你可以說Findle P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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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說Pharon Pharon 我對你維兵是從 我是James的助手 繼續 好 關於你對Sustainability的問題 那你會不會對Finance Board那裏作出任何 怎樣說呢 suggested solution呢 就譬如我剛才這樣說 我會打算聯絡 即是一些社交organization 在Chinese communities 有頭有面的 那你覺得那個是一個 怎樣說Sustainability的方法呢 兩位 允許我變得進去 其實有一條問題 我也想問 但因為是時間性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會接觸過 電視野機構 但他們對我們是興趣不大 或者你可以作出你的答案之前 我知道 我知道 這樣說 在足跡而言增加知名度 不妨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真的在運行上來的方面 我不敢說他的成效性會有多大 我不敢否定 也不敢說成功都會不高 如果這個是一個令到足跡之門 到上升的方法 我不介意 但是是否可持續 我很疾疑 因為跟我們一樣 他們都會有一個零體性 如果下一代 他們下一代的負責任上來之後 他們就認識我們是繼續的 有多可持續性呢 我反而覺得 如果可持續性 反而是我們可以前方 我們的可持續性 可能是成立的 或者在發燈方面 平時 設立一個 高度 知道為何以前的 發光是在哪裏 其他人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想問剛剛提及 大家可能兩位都有時間 不想去看 我想問你們有什麼優點 可以彌補關於他們 我先問你 首先 第一方面 我即使有情緒的時候 我都會 做任何決定的時候 我會問很多人 我會很冷靜地去面對這件事 我可能個人對這些事情 是會抱有一個正面 或者負面的態度 不過同一時間 我知道自己 我又很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自己 不適合他們 有些問題的時候 我都決定的時候 我會去找人幫忙 我知道 當我有成訊問題 我會很快就發現自己的問題 我會作出補救 我會找他們導演 我會盡量 在最快的時間 把事情的影響 加在最低 我覺得這個 是我的反應 會有一個優點 就是對於人家的影響 你會想要不要 對於人家的影響 其他人 阿檸昨天 才表示過 他現在 在這個時間 提到 presidents 我想問你剛才被人問了八卦感到九十十 我們是Billian, PR Director 我想問兩位候選人 你們今年都很熱心參加了很多 PR 活動 你覺得我們的活動下年可以有什麼不足 或者你們作為P可以改善嗎 我先來去報告人 我希望見到更多分的面向 所以可能我們今年比較 任何東西可能搶出了少許 或者下年開始希望可以 我們是一個計劃好的 schedule 去玩 我希望可能我們在玩人方面 更加盡力去找多些不同的人 然後我們一起去找一些 PR 的功能 還有我認為有機會過我們需要 我想指出一個頻密度的問題 的確我們作為學生的時間其實很有限 不過其實我們私下也有很多時候 要買人出來吃飯 要買人出來喝茶 其實這些活動我以為可以擴大 怎樣擴大呢 即是你說 譬如說如果我們出來吃飯 譬如說可不可以找多些朋友一起吃 代表真是連初吃一次 接著過年吃一次 連尾吃一次 即是吃三次飯 那我們可不可以變成一個平常的 basis 譬如說一個月一次 即一個禮拜一次 即是一個禮拜一次 在現實上是很不可能 不過一個月一次我想是 或者兩個月一次 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地方 我有點想補充 就是其實每一次的功能 我們都沒有說 只是Exact可以參加 或者只是Member可以參加 每一次我都會傳到E-mail 給全區別人的 但是根據我的經驗 就是多數都會是 一些Exact的Member可以參加 我想因為時間 沒關係 沒有人可以就著對方問 一條簡訊的問題 譬如那些我們都要在網上 鄧老師 你正當第一條位 要重組足跡的架構 你提出的Example 例子是 你說會增加Webmaster的職位 首先作為本屆的 其中一個職位 我必須要澄清的是 今年我們都試過去做這件事 但我們今天是找不到人 所以才被迫使錢 去找一位Webmaster回來 第二我想問 就這個Webmaster的意義 除了我們每年可以剩下200元 以及每年可以 每年可以 在放上網頁的時間 可以加快少許 加快少許 Efficiency之外 對整個Foodprint的架構 的重組 的運作 會有什麼大的改變呢? 如果你說過自己是真的改革的 Gran 那時候 這個科技部門 除了我們 我相信他們有能力 去做更多不同的事 比如說給我們一個forum 這個forum是我們 Piano Editorial 和Position 是最習意見的地方 我相信這個 不是一個Webmaster 我們請他 Webmaster 可以做得到 如果他是一個學生 而他又 對我們Foodprint 有承擔的話 我相信 是比較理想的方法 同時 我的restriction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重組 是有些 好運球的職位 要重組的 好